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美国智库最近公布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调查 台湾排名第14拿下历年最好的成绩 在亚洲国家中名列第三 领先日本南韩和中国大陆 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 美国智库认为台湾积极改善经贸自由度 将有助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最近公布2015年经济自由度指数 台湾在全球186个参与评比的经济体中 排名第14名拿下历来最高成绩 台湾在亚洲国家中 排名仅次于全球前两名的香港和新加坡 从去年的第17名上升到第14名 另外日本排名第20名 南韩排名第29名 中国大陆则远远落后 名列第139名 归类为大多不自由的国家 美国智库表示台湾经济自由度的积分连续五年上升 有助于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 不过美国智库也提到 美国期盼今年TPP首轮谈判 达成共识 也许还没思考到 下阶段可以纳入的成员 至于在谈判桌上 美国和中国大陆 互征TPP主导权 势必挑战彼此的价值观 美国众议院莱恩进一步表示 面对经济体制相对不透明的中国大陆 必须打破贸易壁垒 建立更开放的市场规则 如此一来各国才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对美国和对其他国家来说才是好事 中央世界尔正崇申 华盛顿报导 中国大陆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媒体针对大陆军方 在浙江外海的南极岛 修建军事基地一事 寻求大陆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评论 由于日前有报导指出 在南极岛修建军事基地 是针对钓鱼台 后续更有媒体认为是针对台湾 杨宇军驳斥了这两种说法 我们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发言人 都已经曾经做过回应 那么这两种推测 我们认为它是针对钓鱼岛 还是认为它是针对台湾 这两种推测都是不对的 日前报导指出 南极岛位于大陆浙江平阳县外海 距离钓鱼台约300公里 距离台湾最近只有150公里 如果新建军事基地确实对台湾产生威胁 我们认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下 炒作所谓大陆对台的军事威胁 是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和气氛 背道而驰的 杨宇军表示 在南极岛进行的建设活动 是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 进行一些正当建设 大家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解读 中央社记者周慧莹 北京采访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雅佳达为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首届新加坡国际青年展演 在盛陶沙举行 主办单位邀请台湾 日本南韩以及中国大陆 代表参与演出 希望透过青年学子参与 并传承南英戏曲文化 整个两岸三地来讲 只有台湾保留了 最保存了一个最完整的 传统的南英的演唱 那么这个是我希望 我带来我们台湾的演唱 与众不同的那种传统 希望让大家知道 各国团队使出拿手绝活 演奏多少经典的南英曲目 台湾国立北一大学学生 也参与其中 清脆嗓音搭配悠扬乐声 获得观众满堂喝彩 我们台湾这两支表演官邸 这几天来在新加坡 也有很好的表现 生活大家的赞许 对我们台湾保存 传统中华文化的成就 也有相当的了解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出 除了精彩南英表演 主办单位也举行专家学者 和观众的南英对话 希望透过和民众交流 传承传统的中华文化 中央视角黄自强 新加坡报导 农历年节将近 新加坡华人聚集地 失臣牛车水 早已开始张灯结彩 提前感受农历年节气氛 从吃的到用的 在牛车水年货街上 通通买得到 牛车水每年的年货市场 就是把所有的华人 邻居在牛车水 因为只有牛车水 有这个气氛 因为那边有 所有华人应节的 新年年货都聚集在那边 那肯定就柴米油盐 这样出茶 大家就买一些年货 买一些茶叶 买一些新年的一些糕点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带领点灯 为师臣牛车水 新年庆祝活动揭开序幕 传统舞蹈和音乐短剧演出 热闹不已 除了庆祝表演活动 今年牛车水 以1500个巨型硬币 和338盏洋年造型灯笼 装点街道 另外还有三支 大型洋年造型灯组 出力街上 将牛车水的大街小巷 装饰得亮丽璀 农历年节气氛相当浓厚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1992年成立的泰国台湾商会 不但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 对桥屋工作和台泰关系 就有深远的影响力 新任中华民国驻泰副代表 丁乐群率领同仁前往拜会 丁乐群深信 驻外同仁都有共事 将提升华侨服务 并加强台商和乡亲们的互动 也希望与台商总会 增进未来交流合作机会 成立最主要的一个宗旨 就是提供大家 除了乡亲联谊之外 那最主要的还是 提供一个资讯分享 共创商机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平台 也能够让所有的台商朋友们 寻求有更好的一个商机 同时也协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促进台泰一个经济的一个交流 那当然更重要的也协助我们 侨务工作的一个推行 在泰国的台商有十万多人 透过驻泰代表处 及台商总会的努力 不只服务海外侨胞 同时结合大家的力量 创造更多海外商机 这张社记者刘德昌 曼谷报导 台湾餐饮业进军香港再一发 这家披萨连锁店 除了在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及新加坡 拓展市场外 现在看准香港是美食之都 签约授权香港业者经营 香港业者表示 今年来香港掀起台湾热 年轻人喜欢到台湾旅游 而披萨的消费族群 也以年轻人为主 因此这时引进 正是最夯的时候 但业者直言 在香港经营餐饮业 并不是那么容易 做餐饮业的朋友 大家都会知道说 香港最头痛 就是租金跟人才 这方面是绝对是有挑战在商费当中的 台湾餐饮业者表示 非常重视香港市场 也期望双方能一步一脚印地 永续经营下去 鼓励勉励说 不急着开店 把第一家开得非常好 那么才开第二家 香港爆发会台湾总经理朱耀昌 也特别出席签约仪式 他指出 香港人喜爱台湾美食 又是国际集成事 台湾美食进军香港 必定能打响名号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带您关心影坛消息 第65届柏林影展5号到15号登场 除了最受瞩目的竞赛片之外 观摩单元电影大观也备受关注 今年入选的剧情片 仍然以欧美国家居多 亚洲国家的作品相对较少 除了两部台湾国片 还有泰国与南韩的作品名列其中 此外影展期间 也是各国影业推广影片 恰受版权的时机 堪称欧洲最大的影片交易市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